树名的大百姓石头家 欢迎收看树名大头家 来关系的是史上最佛新的房东 严若芳 他和房客王定宇之间关系 真的这么难以言语吗 两个人现在神隐中啊 好 房租是不是只有八千块钱呢 网友炸锅质问到底寒不寒税啊 另外啊 高雄枪声大作 频频传出谍写案件 议员炮轰说难道真的要变成 庆祭之都了吗 我们都要一起来讨论 问交来宾第一位是 立法委员郑立文 大家好 立法委员费洪泰 大家好 我们到文传会主委王玉敏 大家好 以及资深媒体人董志森 大家好 王定宇和言若芳爆出了 分租疑云神影中 网友找出了2019年 言若芳和阮昭雄 邀请王定宇直播 一起吃早餐的影片 说现在重看影片一次啊 感觉两人的互动 似乎还真有玄机 欢迎你们来留言 那前面五个留言 我们送这个 邀请赛签名曲 你后面没有那一句 你要留言的欲望就没有 我们只能送 言若芳的绯闻两个 来 你是要像韩国瑜 我放完了 这个是任性 不是那个做人 女孩子很任性的任性 是 不用指我 做人要有 你应该开始任性了 不会 你现在开始任性了 我们又没有讲你 你刚刚手就在我 旁边指了我一下 他就讲说王委员 头脑清晰 头脑逻辑 清楚口条 清晰 很欣赏你 叫你一定要加油 很欣赏你 叫你一定要加油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王定宇和颜若芳 现在分租房间的说法 让大家感觉 似乎疑点重重啊 首先呢 这颜若芳就说 是最近半年呢 王定宇才提到 想要租房子 他平常是住在爸妈家里 去住的次数不多 那么王定宇也说 对啦 去年11月才开始租的 但周刊却说 其实在去年12月13号开始 他们跟拍之后 就发现两个人一周 最多可以在同一个房间里面 共处一室 过夜达到5次 好 那么颜若芳说呢 这个房间呢 是有两房一厅 那么所以呢 王定宇也只说 只是分租一个房间 当成是休息处 但是疑点是什么呢 那么这一栋这个算是小豪宅的 这个平面图也被人家翻了出来啊 根据这个平面图来看 其实呢 浴室就只有主卧室有一间的 那如果两个人都住在这里的时候 到底该如何洗澡呢 好 再来王定宇说 这租屋的事件 其实太太都知情 但是太太一整天也没有现身 也没有出面澄清啊 那么再来就是啊 这个据说呢 这租屋每个月的租金呢 是8000块钱 但是呢 很多人就说了 立法院其实有免费的会馆 距离又很近耶 而且王定宇明明就有订房 却不去住 那么还要再多花8000块钱 租一个房间吗 这租约到底在哪里呢 千万别忘记要缴税哦 好 但是想因为这事件爆发之后 有关于王定宇的各种传回啊 满天飞啊 那么现在就传出说 王定宇其实呢 当年呢 他和呢 担任服务处公读生的太太 要结婚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办婚宴宴客的 据传说 难道是因为当时王定宇 还有另外一位地方女记者的好朋友吗 好 王定宇的说法是说 当年和太太结婚的时候 因为刚刚当选议员 不方便收红包 因此只摆了衣桌啊 只宴请了亲朋好友 都没有办盛大的婚礼 一直觉得很对不起太太 但地方人士就说 其实呢 王定宇婚前和台南地方电视台的 女记者交好 后来王定宇却选择了 和现在的太太结婚 这名女记者的甘迪 也是媒体的记者 当时就对外放话说 王定宇只要敢办婚宴 就一定会去婚礼的现场闹场 而王定宇之后的态度 也非常的低调 怀疑这才是没有宴客 真正的原因吗 好 我们要请教一下董哥 那么过去王定宇的问证 其实是还蛮咄咄逼人的 而且他一向都是 非常爱老婆 居家好男人的形象 但现在传出和美女发言人 租房屋的这样一个疑云之后 他已经神隐到现在 都没有出现了 说是房东房客的关系 董哥你相信吗 我相信啊 你相信 对啊 因为七人政府就规定 积家简利要一人一王 对不对 所以你说他这个有什么错误 他说八千 八千里路银河叶 所以你问我 我信吗 我信才怪 告诉你 这个其实颇战百出 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王定宇的假面 也不是这个时候被拆穿 他的政治经历 完全靠仇恨跟蹊假 来塑造 你看他一战成名字怎么样 因为他推倒海协会的 副会长张明清 那他思考 我让你说张明清自己跌倒 其实他率重去抗议嘛 那时候在台南的文庙 那大家看到了这一幕 你会发现这个人 很勇敢啊 他说我台湾第一勇啊 第一勇为什么不敢承认 你知道他把张明清推倒以后 他的大哥啊 叫黄如意 很气啊 就把他找过来 当着前国的人面前打他 然后说你怎么可以 对我的好朋友张明清这样 我跟张明清对不起 各位 王定宇一句话都不敢讲这样 归缩的你知道吗 他什么台湾第一勇 人家把他拿来做给大陆人看 他一句话都不敢讲 每天说要反装要干嘛 其实那都是假的 吸假很久了 那我老实讲 这种人本来就不值得评论 只是比较可怜 就是说人家阎乐坊 本来明年还要选议言 那如果照这样的话 他明年阎乐坊就很难选 王定宇是三年后才会再选立委 所以他比较好选 因为大家会淡忘 可是我们今天来看 就王定宇 平常那种逗逗逼人 其实也是假的 他所有的延迟都是为了仇恨 然后他在国防委员会 他其实因为金方 过去都跟国民党打交道 金方会讨好民进党的 这些利盈的委员 会透露一些东西给他们 那你就把他如后自保 在自己脸书在哪里po 他老是在泄密 那其实很多人就觉得很不妥 可是他自明得意 所以我们今天看 他的这种吸假 然后还有他假装说 我一个爱老婆爱孩子的男人 完全被拆穿 对不对 大家看他明明还在他的爱潮里面 还要弄一个说我现在人已经到台北车站了 这种东西其实过去大家都觉得说 不可思议是不是 其实不是 对王定宇来讲 我觉得一点都不意外 我觉得他就是一路在做吸假 甚至这些都是为了选票 就好像我过去 我们认识蔡英文了很久 过去有听过蔡英文在养猫在养狗吗 我现在变爱狗爱猫的好女人这样 你有看过陈其迈过去在养猫吗 我认识他快30年了 为什么前面25年没有在养 我那时候跟惠宏泰 我们那时候在质疑他 就是找公读生到台北市民政局长 在帮他做文献 怎么可以用公家的资源 他那时候一个哪有说什么爱的 好男人什么什么都没有 我告诉你 这些东西都是很吸假 证明民进党的这些公职人员 就是吸假仇恨 然后来养他的网金 获得政治的利益 至少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为止 网友针对两个人的说法 看起来是不大买单的 但是这两个人到底为什么会被周刊给盯上呢 是谁去爆的料呢 有人说整体事件曝光 恐怕是不是因为跟有这一家周刊 想申请上架新闻台有关吗 还是有人说是 因为六都选战提名要登场了 所以有人是不想让王定宇更上一层楼吗 其实过去有跟这个狗仔周刊 有经验的人都知道说 像类似这种婚外情绯闻的世界 要不然就是大老婆抱得料 要不然就是小三抱得料 就是都要处理这一段的感情就对了 这是一种 那因为王定宇他是政治人物 所以大家又有非常多的政治联想 那谁会知道王定宇的这样子的一个行径 然后知道怎么去跟他 恐怕早就已经对他的这件事情已经很清楚了 那么他有这样的习惯 也不是从去年底才开始的 我们来看一下王定宇在台南的邻居是怎么说的 本来就是这一两年身材就是肥满的很厉害 原来他早餐吃两次 就他早餐已经在家里吃过之后 还要来这边再吃一次 那今天正在传出说他太太生日的那时候 他也在台北 明日不是应该要帮太太庆生吗 朱玄恒笑这个王定宇的身材 这也怪怪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叫做是2021好人好事 超佛心来着的吗 怎么会回事呢 因为8000块 台北市怎么可能会有这种行情 尤其他是一个刚刚全新完工小豪宅 而且非常靠近捷运站 全部的装潢附家电 这样子才8000块 真的是打了灯笼都找不到 超佛心的 不只是8000块这么的便宜 而且还要怎么样 附这个早餐 还要附交通 早上要负责接送他去上班 哇塞 真的是只有立委才会有这样子的特权 好待遇了吧 大家都羡慕的翻 好 因为这个房的格局曝光了 你去那个租屋网 买屋网上面看 都可以看得出来 那它很明显的就是两个房间 一个是在这里 一个是在这里 有没有 这个房间才有卫浴设备 看到没有 这个房间才有卫浴设备 这个房间是没有卫浴设备的 那请问他是住哪一间呢 那住这一间的 不管他住哪一间 那住这一间的人就刚刚 费委员今天也一直在问的 就是那洗澡上厕 厕所怎么办啊 所以呢就有人网友又哭手啦 就说你们懂什么 长辈天气冷都不洗澡 只擦澡了啦 因为是迎亲共居嘛 好 那逆风的乌鸦呢 也快要受不了了啦 就说呢 王定宇啊 现在是想要挑战 现任的台南市长 这早就已经不是新闻了 所以虽然现任台南市长是自己人 但是陈庭飞跟王定宇也在旁边虎视眈眈喔 而且呢他是辖全国最高票立委之威啊 动作很大 除了王定宇外 陈庭飞也想挑战 所以说呢 有很多的分析也指出说啊 其实是民进党自己人在搞王定宇啦 那这个民进党呢 台南市之争呢 也不是现任 所以呢 这个一个潜在的竞争者 王定宇也被自己人爆料 其实刚好而已啦 腿一万不佳 如果现在被爆料 不见得是坏事 我昨天就讲啦 因为选举还很久嘛 如果他赢了初选 被提名才爆出来 那真的惨啊 搞不好台南市会丢掉啊 好 现在网友非常的厉害喔 不只是这样子 我们看到王定宇喔 他在维基百科上面的一个资历 已经最新资历已经出来了 就是这个严若芳呢 他呢 他的最新资历除了市议员啊 等等之外 最新资历是立委王定宇的房东啊 还有我们看到 北漂最正主持人明璇呢 他也哭手啦 就说早安 他也要打卡啊 我也要开始高雄一天的录影工作啦 我们都知道 王委员啊 一定是跟严若芳 认真的在研究 抗中保台的方法啦 你们不要再怪他咯 然后呢 还有啊 就说 大家也都在问嘛 怎么可能不住立委会馆 还要花钱去跟他租房子呢 那你既然花钱跟他租房子 是要减轻他的经济负担 怎么只有八千块 还要付早餐 还要付接送呢 你简直占人家便宜嘛 这种迎亲共居 怎么是一个好的示范呢 所以有人网友就说啊 分租难道又是民进党发明的新词吗 我觉得这个最好笑 所以以后大家都讲 我是在分租啦 这样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好 你原本是我的女神啊 现在破灭啦 袁若芳啊 你怎么想不开啊 好 每个月房租八千块 到底含税不含税啊 到底还有没有空房出租呢 我也想要租啊 所以啊 民进党发言人当起包租婆来了 这样子的一个绯闻案 已经越卷越大 今天我们在立法院 是没有看到王定宇的身影啦 难道不需要说清楚 讲明白吗 那这个过程当中 到底背后隐藏的是什么样的阴谋论呢 也有人说啊 是看不下勇言派 有三立海派老董坐后盾啊 所以呢 王定宇这个勇言派太嚣张 其他派系 不管是苏派啊 或者是新潮流派啊 或者郑国会派啊 早就已经看他们不顺眼很久了 所以这次盛事来修理他们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对 大家都很想知道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但是啊 这背后难道有很多其他的算计吗 就有人说啦 这个王定宇和严若芳 重见会使勇言会受到重伤 对海派长远的发展埋下隐忧吗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费为人 所以你正同这样的说法吗 表面上看起来是绯闻 但其实背后牵动的是白礼猴之争 我相信一般人认为是非文 但是跟白礼猴 我相信也有关系 今天是立法院这个会期 第一天委员会正式开议 所以我就到了我四五个委员会去 大家谈的都不是今天的题目 通通是他们的 还有举例 我尽量讲好话吧 对不对 有一家电视台问我说 他也许是住在那一间 我说对啊 他现在天气也很冷 可以不要洗澡 上厕所就憋着 憋到第二天早上 到立法院再来上吧 反正 但是 但是平安 今天立法院 我不管碰到立委 碰到媒体的朋友 我们办公室的同事 大家都在谈 都在谈这事情 当然立法院是一个 高度政治化的地方 当然会考虑到就是明年 其实也没有很久了 明年的此时 就已经牵涉到初选 要提名的时候了 这一年的时间 大家知道 虽然黄伟哲是现任的市长 可是有两位 一个是陈廷飞 一个就是这个 就是他 他 王定 他们两个要打破 民进党有一个规则 就是现任的可以连任 除非你有什么官司 但是黄伟哲也没有官司 可是他们 台南县就是要打破这个规矩 幻想有两个人要选 那我们就 大家都在谈 王定宇这个事情发生 对谁有利 对谁有利 是对黄伟哲有利 还是对陈廷飞有利 大部分人讲说 对陈廷飞有利 幻想如果说是对陈廷飞有利 我是把立法院的人讨论的 我把它终结一下 对陈廷飞有利 那就是郑国会要打永年派 他们叫永年派 就是海派 平常讲 我讲到海派 我就有点不太爽了 海派就是三立 三立自己还有一个派系 然后他们还去 我今天在财政委员会去执行 行政院第四季很多的 有26个宣传案 有七八个跟莱猪有关系的 我念了七个 我念了五个 通通是三立标的案子 这个派系又有媒体 又有它的组织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讲 是不是永年派 跟这个郑国会 他们两个在斗 我们慢慢看 我相信某种程度 一般的我们立法院的媒体 我相信他们观察的 比一般的人要来得多 总之我是觉得 既是绯闻 也是派系的斗争 好 到底真相是什么 我们继续看下去 终有一天会水落石出 不过这珍爱藻礁 公投的二阶联数已经截止了 但人数是突破了60万的大关 那么如果8月28号公投过关的话 那么大潭第三天然气接收站不盖 政府有什么样的替代方案呢 苏貞昌斩钉截铁的说 绝对不可能重启核四 而王美华部长也说 就是一定会增加烧煤 那如果说公投过了 没有办法在这个大潭藻礁这边盖的话 有没有什么替代方案 在这个大潭没有上来的话 那不够的量 那就势必全台湾调度 那可以再增加调度 可以用全台湾调度来 可以调度的就是燃煤 所以如果说828公投通过之后 要调度 但是可以调度的就是燃煤 所以说燃煤就要增加 是这意思吗 这个就会变成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 好 国民党智库的副职信长黄新华 他写了一篇 他说关于藻礁你被隐瞒的事 即使这个接气站的环评 如果没有通过的话 其实台电是有备暗合以因应的 所以台电其实是另外有规划什么呢 我们来看第四点 就是基隆协和接气站 而且采用海上浮动式的设计 那么供气量可以达到 大潭接气站的大约7成左右 预计在2024年就可以完工使用 所以既然台电都说 没有一定非要这个三接站不可 而且还有替代方案 政府为什么不积极来看待这个契机 重新考虑其他的方案呢 结果这个台电的人现在也很妙 他说我不记得当时有说过这样的话 如果有的话我愿意道歉来更正了 三接其实是有不可替代性 我们没有规划什么其他的替代方案 到底怎么一回事呢 是突然一下失忆还是失智了吗 五成发电都是靠进口天然气 难道不危险吗 好2019年美国的商会 有一个台湾白皮书 那么就是说台湾政府呢 定出了2025年呢 燃气的电力要占50% 那么美国商会就认为 这个风险实在太高了 万一碰到了什么环境的恶劣啦 军事的封锁啦 恐怕台湾就会有缺电危机呀 好所谓的南电北送中电北送 根本是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嘛 好这个台大的这个副院长王明鞠医师 他就说把这个天然气从很远的地方 又把这个电从很远的地方送来 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天然气的进口暴险的指标啊 包括你可以看到呢 意大利呢47% 日本是32% 法国7% 德国只有13% 天然气自产率比较低的国家呢 其实呢燃气发电比例都不高呢 好大潭地区到底适不适合 设置天然气的接收站呢 好那么事实上其实这个地方啊 只要天候不佳的话 就船恐怕就没有办法进港 那么大潭受限于每年11月 到隔年4月的东北季风 其实也是很不适合 让天然气船来进港的 好我们要请教一下玉敏 所以你看呢 没有三接的话 现在政府的说法就是说 那老百姓大家继续用费来发电啊 好2018年深澳电厂扩建案 公投之前政府当时不是就回应民意 停止扩建了吗 那这一回为什么漠视民意呢 难道欣慰今年没选举吗 我觉得蔡政府真的非常霸道 她其实当她说出说 你不给我三接 那你只好就是我就 只有燃美这一条路 而且是要牺牲中南部人的权益 我觉得是非常的可恶 因为其实事实摊开来 她当然还有别条路可以走啊 包括这个今天这个智库 她揭发的这个报告 如果过去台电说 没有三接 我还可以从基隆 我可以从台中 我可以从别的地方 一样可以有天然气过来 那怎么会现在 从行政院院长到经济部长 告诉大家说 没有别条路了啦 你不给我三接 那我只好燃美 就是来让你的用肺发电 我觉得这样一个说法 非常的不负责任 那民进党就是打恐吓牌 就是你不给我三接 我就恐吓人民说 那难道你这个你的肺 要牺牲你的肺吗 你要多去吸收这一些 空气污染的空气吗 那这个就是打恐吓牌 所以我觉得一个民进党 他这样子做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可恶 那现在有一个办法 可以治他是什么 他害怕就是民意嘛 刚刚远宜讲得很好啊 2018年大家都记得 深澳燃煤电厂 当时我在立法院 这一个案子 还是当时的 环保署副署长詹顺贵 他不惜背叛这个还款 他自己主席 头下一跳说 一定要让他通过 结果很荒谬的是 拍板通过 然后形式上通过的 环品的深澳燃煤电厂 他敢不敢 不敢 因为后来看到选举到了 然后怎么大家反成这样子 特别是他为了救他的 在基隆的林佑昌 所以他就最后自己就不用交代 就说我这个深澳燃煤电厂 我不用盖了 然后就是一切都是政治的考量 所以当过去民进党 有这么不良的记录的时候 今天他在告诉大家说 三阶一定要盖 这一件事情 你看现在的民意就是反扑嘛 已经六十几万的民众 就是参与郑爱早就要公投联署了 代表打脸蔡政府说 你现在讲的 政府讲的已经没有公信力 我们也不相信 因为你过去很多的事情都是 你自己就是先射箭再画板 你觉得该做的 那你就找各式各样的理由来支持你 但是一旦你发现对你的政权有危机的时候 你也可以秒瞬间变脸 然后就觉得说一切都不重要了 之前讲过都不算数 然后就把它作废 那政策是儿戏吗 过去我们看到民进党 对于这个重大政策 就像是儿戏般 那所以这件事情 我觉得郑爱早交公投 一定这个二阶段会成立 六十几万 即使中选会再怎么不中立 再怎么剔除 就一定可以通过三十万的门槛 那现在就是考验全国人民 如果你觉得生态永续是非常重要的话 我觉得八月二十八号 这个公投案不止连署要通过 而且你还要投下反对三阶的这个案子 让蔡政府好好的去思考 面对民意的时候 你的能源政策 你到底要怎么样调整 怎么样转型 才是对于我们国家安全 还有人民的健康 都可以符合这样的一个标准 因为早交公投 其实让政府说出了一句实话 就是原来电是不够的 万一不干三切的话 就要来让大家用废发电了 但不是只有电不够 而现在中南部也没有水了 面临水荒 经济部长王梅华说 是可以早井 那么行政院长苏贞昌还说 好在政府已经早井了 不然的话 新竹的水库早就已经见底了 好 台湾光是漏水 每年漏掉4.4亿吨 但是新竹的这些井水的供水 只有3.2万吨而已 难道宁可早井 也不好好来修水管吗 开早了1250口准备抗旱的水井 如果没有这个水井水源 新竹水库早就干了 早就干了 早在园区里头的时候 可能其实会有一些困难的 因为园区有新城断层经过 水库怎么不多盖呢 水库怎么不早早输菌呢 等到没雨了 没雨再叫大家说去骑雨 然后挖水井 希望大家节约用水的时候 那早几年在干嘛呢 逐个一天就需要用16万吨的水 但是我们平均每一口井 也只能够供应1500多吨而已 所以立文政府不好好的 补漏水 补水管 那么现在到处去搓洞凿水井 就可以解决问题吗 专家告诉我们 台湾其实并不缺水 你连像那种沙漠国家 比我们更严重的降雨量 少之又少的国家都不缺水 台湾没有资格说我们缺水 我们只能说 我们的水资源政策 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早就应该要矫正了 上一届的政府 也给了蔡英文天价的前瞻运算 要来做水资源的整个的总体检 跟总体的改善 因为我们会在下雨的时候缺水 然后我们也会在下雨的时候淹水 台湾不但缺水 台湾也淹水 那所以必须彻底的来改造 来改革 但是钱花了这么多 我们到今天才知道说 原来是去挖井了 挖井没有关系 但挖井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挖井只能解决一点点的燃眉之急而已 到现在像去年开始 我讲过了 没雨就不下雨 台风也不来 今年可能又是同样的情形 面对这种极端的天气 老天爷就是不下雨 那你要怎么办 你要全台湾的庙 通通都出来起雨吗 这样还像话吗 就是要有配套嘛 这就是为什么 刚刚主持人远宜也讲 那漏水的问题 你为什么不处理呢 有非常非常多的方案 有长期的 有短期的 有应急的 那你这些通通没有一个配套 当人们问你缺水怎么办的时候 用这种糊弄的 应付的 很不诚恳的态度 我觉得是最要不得的 缺水 并不是说 今天是你政府的错 不是蓝的错 也不是绿的错 是我刚刚说的 你长期以来 台湾的国土开发 台湾的水资源 出现了严重的扭曲 它必须要长时间的 去做一个矫正 但我们有在讨论吗 我们有请专家来做体检吗 我们已经有开始 超前部署了吗 我们都没有 去年就已经废耕了 不是今年才缺水 不要今年才告诉我们说 你去年有挖井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 高雄市大树区前几天 又发生了枪击案 在短短一周之内 发生两起街头的枪击案 一年来换了三任的警察局长了 但是治安却不见改善 让事业员也质疑了 难道高雄已经变成 庆祭之都了吗 立文 已经到处都充满了庆祭了 我们来看一下 苏珊她的回应也挺令人傻眼的 涂花的治安事件 情杀仇杀难免 不过我们都看到警方 在第一时间就破案逮捕刑犯 等作为非常有利 那我觉得这个苏院长这几天 其实对警察都还不错 也没震怒 如果照过去他的标准来讲 不知道要换几个 这个 对 情杀 仇杀 拿枪出来 叮叮 也难免吗 很正常吗 哇塞 难怪我们会觉得 我们现在是活在高潭市 这不是一跟台湾治安良好 长期以来的一个形象 是完全违反的吗 以前最喜欢震怒的苏贞昌 怎么忽然间 慈眉善目起来了呢 实在是怪怪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 有多严重啊 3月2号 这个歹徒从嘉义绑架负伤 勒赎3000万 然后潜逃到高雄市美术馆的附近 然后呢 警察追踪企图开枪 警察开19枪回击 李贤重枪不治 所以等于是在闹区 打开抢匪跟警察之间的枪战 现在是在看好莱坞的电影吗 好 3月7号 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 家住在高雄大书区的方姓 面包师傅 面包师傅跟离婚17年 却同住的 这也是分租啦 分租的前妻 为了争房产 当街开枪 极必劝和的两名男子啊 哇塞 现在连夫妻不和都随时拿枪出来对决吗 十枪夺两命 所以高雄市现在已经是变成名符其实的高潭市啦 也是名符其实的庆祭之都了吗 高雄市议员就po了说重大刑案 六都第一耶 上任半年就换了两次的局长 然后呢 这个中博高架桥的拆除 警力还要大内宣 治安都已经做不好了 如何光荣高雄啊 安居乐业只是市民最卑微的要求 不是吗 治安都坏成这样了 我们的苏院长还笑嘻嘻的说 难免啊 要我们吞下去吗 他说民调显示 人民对治安的满意度很高啊 有突发的情杀跟仇杀也难免啊 大家不要大惊小怪吗 警方也就很快的就破案啊 所以网友就说 秦杀拿枪出来是正常吗 我们现在是在美国吗 还是在台湾啊 在台湾要当高官啊 就是要这么的脸皮厚啊 换成自己的人马 就不会震怒就对了啦 所以现在警察局是自己的 就大家就哎呀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好了吗 已经是变笑变成变神了 六都素黑的黑枪评比 我们来看一下 前面三年哦 从1819到20年 你看高雄是改善的哦 一直下降下降 咚 又变坏了 又变成在这个四都六都里面 排名第四 为什么忽然间变坏了呢 为什么是陈其迈上台了 以后就变坏了呢 大家要问这个问题啊 又有中央撑腰 对不对 陈其迈在我们的这个 刚刚说的喜欢爆猫的暖男 难道没有办法来面对跟对付 这些倾记满天飞的状况吗 远宜 老百姓怎么办 对 不是说苏院长常常会震怒换局长吗 那么2019年 当时苏贞昌呢 就坚持破格拔拙了 还在当基隆市警察局长的 黄明昭来出任刑事局长 那么当时的内政部长徐国勇 还曾经为了这个事情 而杠上了苏贞昌 那么现在呢 这个黄明昭变成了高雄市警察局长 我们要请教一下董哥 如果说先前像是苏贞昌他说的 因为他说如果斗殴发生 在特种行业的门口的话 要换掉地方的警察局长 那现在在大街上直接开枪 是不是也应该换局长 如果照苏贞昌标准当然该换 但是因为苏贞昌都用自己人 那你看这两天第一金证件 董事长跟总经理被换了 叶光彰 那你可以看到苏贞昌在金融 里面换了多少自己人 而且他换人的时候 常常是礼拜五下午 换了又再说 然后让你总统府 让你那些媒体大家都臭所不及 把自己人安在最好的位置 一向是苏贞昌的手法 我们知道在民党里面 他四大拍戏过去新潮流 谢系 政国会 还有苏系 苏系是已经本来已经非常四围了 因为苏系的工职人员 只有在新北市一点点 苏贞昌当了行政院长 尤其他第二次来当的时候 他发现我如果不好好 利用我所有的人力 来吃掉国家的资源 培养我的人马 我们过去将来苏系就 然后就没有办法再发展 所以他拼命换自己人 换到已经到了匪夷所思了 那我们其实看警察局长这个人马 说穿了 是自己人就要全力维护 不是自己人 那就找个理由 就是说你治安不好就换掉 那大家看高雄现在变这样 跟韩国瑜当市长时代 相继合其言 刚立文在讲 那枪几案 十九枪打一打 那两个人也被打死 又是另外一个案子 你知道那两个人打死 那天也有一个公安事件 那建筑倒塌了死了五个人 被押了死了两个同一天 那大家想 哇公安那个公安怎么变成这样 不止这样 柏二在高雄是一个大家熟悉的吧 都烧到只剩下骨头 就你知道这个政府已经无政府状态 说他这高台是绝对没有错 那其实因为他被保护着嘛 所以陈其邁一当写 苏贞昌第二天去 花下海口 要给高雄四千亿 要做这个建设 要做那个建设 什么都来 对不对 然后我们看到前阵移港 哎呀我就补助 韩国瑜在的时候 你们是怎么修理他 就可以看到 他们如何党同华裔 所以你今天看到 苏贞昌是借着这个时候 来做大自己的 然后把整个派系 用国家的资源养得肥肥满满的 那今天如果老百姓要对这个治安 你自己觉得有疑问 或者觉得说治安怎么变那么差 那我觉得你要自求作福 就像高雄市的市议员 李雅靖他讲 哎这样黄顾一看 好像只有我没有枪耶 大家有没有看 俱肉李维的电影 俱肉李维 杀神你知道吗 他有一句经典名字 他说枪给我更多的枪 杠 是奥杠 大家讲经典耶 在高雄是不是这样 今天看到就是这样 那我们也看到苏贞昌 他整个内阁无心 来做好台湾的治安 而只想壮大自己的派系 不过苏院长除了这个很会把这些很多的这个官位换人之外 好像不大愿意打这个疫苗 我们来看一下11.7万剂的这个牛津AZ疫苗在上周山抵达台湾了 那么指挥中心本来说一周之内就要开打 但是呢一个星期已经过去了 那么现在陈时中部长说可以努力 所以一周之内开打的承诺看起来要跳票了吗 好被问到是不是有医护拒打潮 以及呢这个包括了院长和部长到底要不要率先来施打呢 我们来听听看他们怎么说 首先我们必须讲就是说也没有这样的巨打潮 上一周我们跟所有的三千多位的医护开会 所以部长您觉得这些新闻是假的 没有假的 假标题 假新闻 我跟我们的实际的经验 所以我想先确认一下 您觉得这些新闻是 有七成人愿意要打 所以这些新闻 可能写的不够正确吧 那有没有请他们做更正 这有一点以偏概全 所以怪罪说是新闻的问题 所以您觉得现在院长不愿意带头打的话 是什么政治的风格跟需要 院长的态度很清楚一再 我们都是一样态度 如果不够我们就不抢 好 医护拒打都是假新闻 我们要请教一下这个费委员 这个沈富雄他就说了 其实陈时中部长现在是被疫苗价格的保密 还有核实解封这两件事情 已经弄到要开始装神弄鬼 又六神无阻了 所以已经没有空去管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接种疫苗了吗 在十二天前 就是立法院这个会计开业的第一天 我们要求安排一个专案报告 专案报告里面就讲疫苗 其实我当国民党团的干部 我排第一个角 我是好意啊 其实因为在之前我们看到欧洲 A3来自于英国的牛津嘛 欧洲很多的医护人员 他们说这个会有很多的反应 所以他们都拒绝打 那这个讯息全球传得很快 传到台湾 我们台湾近来 原来是COVAX近来二十万剂 COVAX二十万剂啊 第一批要打的就是医护人 医护人要打有三十三万人 那可是我们的医护人员 里面就网络新闻也都播出 我想所有的 大概所有的电视媒体都有播出 他们说他们拒绝打 因为可能会有其他的发生的状况 那我说好意我就问陈思忠 我说疫苗得来不易 我说你要不要身先世主 你打一针 我说就像美国的总统跟副总统 他们要鼓励大家打疫苗 都是身先世主打嘛 对不对 那我说你现在既然疫苗 有这样子的一个传言 那很不容易买到了 你要不要打 他说我支持过 他说他是属于 他四年没有职业了 所以他不能打 我说我让你身先世主嘛 你看这个人平常讲 当各位来回想看看 当时大家问 莱猪吃有没有 他说没有问题 他愿意吃 第二次人在问他说 不行哦 我有三高 所以我不能吃 所以疫苗 他在他脑袋里 我猜了是有问题 死我不能死 要别人先死 莱猪有问题 所以吃别人吃别人死 我觉得一个国家的指挥官 前线指挥官 当以前我们看古代的电影片 指挥官就身先世主 拿着到去冲嘛 对不对 从城市中这边来看 现在大家也不肯告诉我们 这个疫苗的价格到底是多少 疫苗什么时候可以进来 你说的Covac那20万剂 什么时候来不知道 现在进来的是 他买的AZ1000万剂里面 突然跑来了 韩国9点钟到达台湾的上空 10点钟到才告诉我们 我觉得讲实话最重要 指挥官不可以用骗的 他说总有一天 大家会知道的 现在有保密条款 不能告诉你 但是高中篮球联赛的总冠军赛 就吸引了好多人去看比赛 包括了蔡总统 包括了陈时中部长 都去加油了 但教育部却宣布 109学年度 全国学生表演艺术类团体赛 不能办了 家长就很质疑了 球赛观众这么多 球员打球也没有戴口罩 但怎么会是这个艺文比赛 被停办了呢 然后其实孩子都哭了 家长来讲 如果他是身处其中 他一定会觉得不公平 就是那个HBO打得热热热热热的 可是我们却被禁赛了这样子 所以我也觉得教育部 确实应该可能要稍微 安抚一下这些 孩子就要升学的这些家长 教育部说 乐器比赛 飞沫传播 有防疫缺口 可是室内演奏还是合唱团 都可以保持一公尺的 社交安全距离 打篮球有保持一公尺的 安全距离吗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郁明 有人就说 难道教育部 现在也是双重标准 一国两制吗 当然这件事情传出来之后 大家一面倒地批评 教育部这样的做法 真的是一国两制 搞双标 因为其实你可以看到 这个高中联赛 他的篮球联赛 是一万多人 超过上万名 难道只是因为 这个活动总统来参加 这个陈时中部长来参加 所以就通通都没有关系 在这个就说 他可以符合防疫标准 所以球照打 大家观赛 万人欢呼 你说那个吹奏乐器 会有这个口沫 万人欢呼的时候 鼓掌的时候 那个不会吗 我觉得教育部真的 都是你辖下的两个单位 你不能搞这样子的双标 那今天家长的反弹 他是觉得说 很多孩子他都很辛苦 他已经练了好长一段时间 就是为了这个比赛 那这个比赛还牵扯到 他的这个入学的成绩相关的 他可能可以藉由这个比赛 可以拿到分数 那你的考量要很细致啊 你不能是便宜行事 现在也有人在批评说 教育部其实禁止 就是禁止 他最简单 就是大家都不要来啊 那我就省事 因为他一旦是要开放的时候 他有很多的防疫措施 他必须去提醒 他必须做更细致的规划 那所以呢 他就是那一种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反正我就禁止 就宣布取消 很简单取消两个字 但是你知道 你讲取消这两个字 多少的家庭 背后的家长跟小朋友 他们的心都爱堂瀉 因为教育部显然 没有站在孩子跟家长 他们的角度上 而是从他行政角度说 哎呀我便宜行事 我这个简单就好 我这样子呢 我什么防疫规范都不用做了 反正你们明年再来 但是很多孩子 他没有办法明年再来 他可能今年对他来讲 这个就是最关键的一年 因为去年已经因为疫情的关系 已经停止一次了 很多人是把希望放在今年 那更何况你如果说疫情的关系 指挥中心最近很夯的话题是什么 我们跟帛琉要旅游泡泡 今天也有人问林家长说 有没有更多国家旅游泡泡 他说有有有 这个可能跟新加坡 其他国家也都在谈 所以我们的疫情趋缓之后 为什么你对孩子要这么残忍呢 为什么教育部不能从场记忆 因为基本上他这个计划 已经是之前家长要求 所以他再开一次会 没想到他再开一次会 还是没有重视家长的心声跟要求 还是继续说就是停办 所以我觉得这个声浪 家长反弹声浪真的非常大 所以今天透过这个立法院的 这个立法委员 已经不断的在承行 那如果家长这个反弹声浪 越来越大的话 我觉得蔡政府hold不住 可能希望他可以改变他的想法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近日有自称是国安局的资深人员 台湾吹哨者 对外界激发了一个监听名单 指控说国安局从2019年开始 就违法监听了很多党政公职人员 甚至是各国的驻台外交人员和媒体 那么另外李贵敏就直询了国防部长邱国正说 这名单是真的还是假的 邱国正说真真假假 官局资深员工 警报不法监听 从政坛大咖到媒体都在监听名单 蔡政府原本说是假消息 但前国安局长现任国防部长邱国正 四次藏选机 真真假假 名单里面你监控的 有没有部分的名单是真的 有还是没有 我跟文报我没有监控 有真的有假的 间接证实真有人被监听 回头看爆料名单 AIT 日本交流协会等驻台使馆 还监听政党主席 洪秀柱 江启成 玉慕明 立法委员等 甚至政府官员媒体 前陆委会主委陈明通 桌机手机号码 通通被查清 决定国民党的主席 没有在你监听的监控的范围之列 对不对 没有 本院的委员有还是没有 没有 好 邱国正说有真的也有假的 但是被点名问的时候 他说江启成没有 立法委员也没有 好 我们要请到一下费委员 所以说有真的也有假的 你怎么看这份名单 我觉得邱国正在胡扯 我举两个例子 我刚当立法委员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有个部分区立委 叫做苏启 苏启那时候执政的叫做陈水扁 国安局的人跟他讲说 你们谁谁谁谁被监听 他告诉他怎么监听 他试着果然 他举例当时的电话怎么响什么东西 所以马英九后来当总统 苏启先生当国家安全会的秘书长 马英九 马总统就到所有的情势单位 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准监听 不准监听 后来在国民党执政 有一次我咨询了一个 当时情报局的局长 我可以讲他的名字 因为我确实是咨询他 叫薛时明 我为什么 为什么执行薛时明 薛时明的媳妇 是从情报局要移到国安局 因为他从情报局调到国安局 他就反正用 这个严命用的时候 就把他的位置 就从这个单换到另外一个单位 就情报局的人跟我讲 他说委员你要小心的 秦治首长可以随时下令 没有不需要任何监听票 说我怀疑他跟大陆哪边往哪 他就可以一挂线就是三年 一挂线就是三年 这是秦治单位 就是情报局里面的人跟我讲的 而且是情报局里面 是高阶的人跟我讲的 所以我是觉得 尤其是有权力的人 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刚当 我刚当立委 我就听到了很多 而且书企是一直 再三地告诉我们 所以我是觉得 秦治单位 我是觉得不要为了方便 不要为了方便 贪图方便 尤其是监听 你在野 在野长的这些人士 我觉得这个很不道的 这些事情 早晚有一天会传出来的 如果没有 你告诉我们 你要告诉我们 你要宣示 请蔡总统宣示 请所有的 秦治单位的首长宣示 否则你的 否则你现在嘴巴讲 假假真真 那不就是真的吗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今天的内容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 分享开启小铃铛 最后要请教一下立委 关于这份监听的名单 有人说是 大陆监听台湾的名单 有人说根本就是 我们国安局 长期的在监听 到底哪一个版本 你觉得比较有可能 应该都有吧 我们就活在一个 被大家这样监听的环境当中 但是呢 不是只有在野党跟政敌 会被监听而已 其实自己人监听 自己人更恐怖 这就是为什么总统很可怕 这就是为什么当时赖清德 本来是非常的声势 正当性十足的 在他跟现任的总统 挑战的时候 所有党内的 都要站在总统那一边 因为总统有秦治单位 王定宇有没有被监听 你有婚外情 你乱搞 你有收钱拿会 你有任何一点点的把柄 握在当权者的手里 你能够不服从 你能够不低头 你能够不听他的话 任他摆布吗 所以拥有这样一个工具 其实是非常恶劣的 当年在美国CIA 也发生过胡佛监听 所有的政治人物 控制所有的政治人物 在台湾也是一样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